有一篇1995年的论文指出 音乐家脑中的偏执体比一般人更大 偏执体连接左脑跟右脑 大脑两个半球之间的讯号沟通 都要经过偏执体 演奏音乐的时候 需要左右脑交换许多运动讯息 以及感觉讯息 因此演奏家可能需要比较大的偏执体 让这些大量的讯号可以快速地流动 关于偏执体的研究 到了2013年有论文进一步指出 孩童假如比较早就接受音乐的演奏训练 它偏执体的神经纤维可能会比较密集 所以学习演奏可能有敏感期 Sensitive Period 敏感期是指发展特定能力和行为的最佳时期 在这个时期 我们对于形成这些能力和行为的训练 以及外界的影响都特别敏感 学习所造成的进步也特别明显 这项研究使用Frictional and Isotropy 也就是非等向性指标 来估计偏执体的神经纤维 结果发现 越早开始训练演奏的孩童 这一项指标就越高 所以在我们比较小的时候 就大致决定了神经纤维的发展 这张图显示 音乐演奏训练的敏感期 大概是3岁到7岁 另外有一项实验 找了中国西南大学的学生来扫描大脑 其中音乐学院的学生有16位 没有学过音乐的学生有19位 结果发现音乐学院的学生 他们的初级运动脾质跟士丘 彼此的功能连结比较强 也就是说这两者更加的密切沟通 所有的视觉跟听觉讯息 都要先经过士丘 再传到大脑脾质 此外 士丘也处理触觉 以及动作的讯息 演奏音乐的时候 快很准的动作 可能有来运动脾质跟士丘 之间的密切沟通 这项研究也发现 音乐学院的学生 他们的初级听觉脾质跟小脑 彼此的功能连结变强 小脑的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动作学习跟动作协调 所以初级听觉脾质跟小脑的连结变强 可能反映出演奏的训练过程中 听觉跟运动系统的结合越来越好 在东亚各国 音乐系的学生常在八岁之前 就花很多时间在练琴 他们的初级听觉脾质跟初级运动脾质 可能很早就做好了基础的建设 所以假如你想要有高超的演奏技巧 那最好早点开始练琴 那一个好消息就是 成年人还是可以学乐器 只是说不太能够学到那种快很准的动作 以下介绍一个重要观念 音乐即兴 Musical improvisation 它是指即时创作音乐的行为 跟它相对的是深思熟虑 反复推敲的作曲 然后再照谱演出 在西方古典乐里面 作曲跟演出常分得很清楚 但是improvisation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音乐即兴是在实践之中的创作 因此呢 演出场合的气氛 音乐家的当下情绪 演奏技术 还有个人的气质 都会影响每一次的即兴演出 而当几位音乐家一起即兴 那就很像球赛 每个人都是见招拆招 在互动之中完成这个作品 音乐即兴涉及脑中的高阶认知功能 但并不是每一位演奏家都能够升任 西方古典音乐的专业训练 目前就不太重视即兴 这对大脑的发展 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2015年 有一篇论文研究 Music Perception in Improvising and Score Dependent Musicians 就比较即兴的音乐家 根本比较依赖乐谱的音乐家 他们的音乐知觉 脑造影实验发现 擅长极心的音乐家 他右脑顶页后上方 在聆听音乐并想象演奏的时候 活化会增加 而只会照谱演奏的音乐家 就没有这个现象 右脑顶页的后上方 这个脑区的功能包括相对音感 跟手部动作机触觉有关的空间整合能力 工作记忆的高阶处理 还有注意力控制 它是一个比较高阶的脑区 在这个研究中 即兴音乐家跟依赖乐谱的音乐家 都同样的专业 但即兴能力不一样 其中即兴音乐家 是来自于教会的管风琴演奏家 在荷兰 他们大体上是保持即兴演奏的传统 这个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巴洛克时期 但是在现今的古典钢琴教育里面 这个传统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除了巴洛克音乐之外 如果规定音乐家 如果规定音乐家根据特定几个音来做即兴 那执行控制网络会跟运动区密切的合作 这可能反映即兴时的动作控制 那另一方面呢 如果在即兴时是着重情感的表达 那么执行控制网络 在跟预设模式网络紧密的互动 预设模式网络跟自我非常相关 它处理你内在的想法跟情感 那爵士乐的即兴练习呢 或许是让人更能控制自己的演奏 来表达自我 爵士乐手 他不是去追求乐谱所规定的那一种完美 而是要忠于自我 在游戏规则中表达当下的心情 刚才讲到爵士乐手的脑中 有两个网络整合得非常好 那一般而言呢 音乐特别擅长的就是整合 它把不同的心智功能可以整合在一起 有论文指出 音乐家的脑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insula 脑导 脑导本来就是脑中的重要枢纽 有趣的是 音乐家的脑导跟以下脑区有更强的连结 那第一类的脑区就是预设模式网络中的 匡额皮质跟涅疾 这些脑区跟社会情感讯息的处理有关 那第二个脑区就是执行控制网络中的被外侧前额页 这个研究结果呼应了刚刚所提到的 爵士乐手脑中执行控制网络跟预设模式网络会紧密的互动 那其实不只是爵士乐 只要是音乐训练呢 多少都会促进这两个网络的互动 而脑导就扮演居中协调的角色 音乐跟脑导似乎让我们把情感跟动作结合在一起 把内在世界跟外在世界结合在一起 同时也把自我跟他人结合在一起 这种整合功能 我觉得是音乐最珍贵的特质 你想知道自己有没有音乐才华吗 欢迎来到科技算命中心 最近几年有一些论文指出音乐才华跟大脑的关系 这个未来可能会有科技算命中心 为小孩扫描大脑作为生涯规划的参考 这篇2018年的论文指出 学习演奏的成效跟头顶的一个脑区有关 受试者在参与这项研究之前 都没有正式学过音乐 他们在实验期间接受一个月的训练 学习演奏大提琴 结果发现受试者在训练之前 聆听大提琴音乐时的脑部活化形态 居然可以预测他在训练四周之后的演奏品质 学习成效比较高的人 也就是训练后演奏得比较好的人 他们在训练前聆听大提琴音乐时 他的前辅助运动区 PRE-SMA 活化程度比较高 而且这个脑区跟听觉皮质的互动 也比别人更密切 哇,这个还没开始训练啊 就能够预知训练的结果 这简直是科技算命啊 不过仔细想想看哦 如果科技算命可以精准地挑出天才 无情地打击庸裁 那你还会去算命吗? 以上论文其实带来一个好消息 如果能够强化PRE-SMA 那以后学演奏可能就事半功倍了 也许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PRE-SMA这么重要 那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它的其中一个功能是根据声音去监控动作 演奏乐器时如果觉得拍子或音准有问题 自己就要去调整动作 另外PRE-SMA会控制自己的行为 注意力、思想 以符合当前的任务目标 过去有研究指出 在进行这种认知控制时 学音乐的儿童 他们的PRE-SMA比较活化 PRE-SMA还有另一个功能 叫做sequence processing 生活中的一个例子 就是把几个子动作串成一整套动作 假如PRE-SMA的功能受损 那你一整套复杂动作的执行 就会受到影响 PRE-SMA会对音乐讯息做sequence processing 当我们聆听一段熟悉音乐时 能够预测音乐的进行 其中一个关键就是PRE-SMA 音乐能力比较好的人 可以在比较长的段落中 掌握音乐的连贯性跟呼应关系 由于大脑就有可塑性 所以教育跟训练都可以改变你的PRE-SMA 我觉得音乐老师可以让学生 在没有乐谱的情况下 一句一句的模仿旋律 再把它串起来 然后让学生在听音乐的时候 以内在哼唱而去掌握整体的旋律 这些练习都可能提升PRE-SMA的功能 还有就是跟着音乐律动身体 即兴演奏或演唱 在脑中想象音乐都会活化你的PRE-SMA 音乐律动身体